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你听到音乐之后 就过来排队出手 追完手就可以开始自由游戏了 有没有问题 有 没有问题 不少欧美国家早已将自由游戏时间 编入校园日程 教育局在2017年要求半日制幼稚园 安排最少半个小时自由游戏时间 但是除了木架 沙池 怎样才可以将校园打造成更好玩的游乐场呢 因为我们在场地设置的时候 我们都会根据游戏种类尝试去扮展呈现这个环境出来 比如是波波池的球 因为波波池的球对他们来说 有天马有行空的想法 可以千变万发 比如是波波池的球可以是他们在沙池里的宝藏 又可以是他们战斗用的工具 甚至是可以用来做他们煮食的食材 所以其实这些高承受度和多变化的物料 是小朋友最喜欢的玩 比如刚才玩测滑梯的时候 他们又会自己去决定一些规则 比如两个小孩上下历 就看到他们两个在想 不如斗快测滑梯 我们全部都是说 这些自由玩的时候 小朋友就自己决定自己去学什么 或者做什么 现在人们将玩就放在一些由大人主导的玩 很多大人都说从游戏中学习 所以很多都是一些有规则的游戏 就少了让小朋友自己去探索 和自己决定怎么去玩 不过不要以为玩很简单 其实学习怎么玩都可以很专业 外国十几年前 已经发展游戏工作这个学科 现在不少香港的老师都接受培训 学习怎样令游戏更好玩 游戏工作其实就是一套的专科 就是说大人如何支援小朋友的自由游戏 令到老师知道在自由游戏里面有什么角色 而是重新再去反思小朋友的天性是怎样 小朋友的能力是怎样 我们工作人员就会相对讲小一点 看多一点、动手多一点 希望小朋友他们反而表达他们的意见多一点 那我们跟着他们玩 就可以令到这件事由老师主导变成小朋友主导